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不懂哭 不懂笑 你叫他他不会适应你 他不懂望人 神又很奇妙地令我想起丑小鸭 如果我要他做丑小鸭 我可以排挤他 我可以去不接纳他 他就会成为一只丑小鸭 永远都垂头喪气 但如果我当他是天鹅 如果我要疼他 要努力去养育他 兄弟姐妹去疼他 去接纳他的时候 他就是一只天鹅 他就可以振翅高飞 他就可以昂首腹部 我怀孕三十七周左右的时候 有一次我召完超声波 我姐姐就跟我說 看到小朋友的手手腳腳很短 头的形狀也跟普通小朋友不太同 所以我怀疑 你的小朋友是唐氏中合症 原来信行的腦里面的电波 是很多地方都很乱的 医生说 Infantous Bassem本身 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疾病 有很多人 只是Infantous Bassem本身 已经是严重的弱智 再加上信行有唐氏中合症 所以其实他的前景是非常之不乐观 牧师给了一个例子 所以他说美洲岑树的种子是小到不得了 很多千粒才有几盎司 但是他们成长之后 这一粒种子成长之后 美洲岑树是全世界最大的生物 好像突然间神跟我说 其实神有他自己的心意 即使是一个很微小的生命 他会自己去负责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神又开始给我们看到很多很美丽的东西 当他懂得手指脚指有力的时候 你抱着他 他就会抱着你 而他最友善的人 他就会请他的手给你吃 我们越来越能够接纳到 他的限制 心情是轻松了 因为我们没有说要 期望他可以做到多少事 但我每次见到他有进步 见到他走路走得更好 我们也会觉得很开心 小朋友一出生 其实已经很可爱 那我认识中学症是怎样 一样是一个这么可爱的小朋友 由他那些眼神 由他笑的时候 我都看得到 他是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他是知道我们在陪他 知道我们在爱他 看到他很纯真 而且是很乖的小朋友 你和他玩的时候 他真的看到他那种开心 当儿子每一次抽筋 去在一个无助的环境里面 你那些一张一张的大学学 大学的毕业证书有什么用 或者你银行里面有多少钱 又有什么用 其实这一切一切都是没有用的 但是就是在这些环境里面 或者像别人说到人的进头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神的那个恩典 信行他到最后 他会成为一个如何的人 其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人生的道路很坎坷 但是我希望他们找到一个 好像一个闹那样 神就是我那个闹 虽然可能波涂洶湧 但是因为我有这个闹的时候 我的人生仍然可以很平稳地道过